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一段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我十五岁时立志研究学问 三十岁时就有独立见解 能立足于社会 四十岁时就明白事理 而不至于迷惑 五十岁时就知道上天的主宰和安排 六十岁时听到什么 都能够领悟其中的深意 七十岁时就能够随心所欲 而不会逾越规矩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从心所欲不逾句 就是说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一般的现在的人的话 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肯定他能干出违法的事了 但是呢 由于孔子这个 以前就是在七十以前的 这个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修养 所以他到七十岁的时候 能够想干什么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他做的事情呢 都不会超越逾越规矩 都是很合理合法的事情 这个呢就是说明 他这个已经达到了 用咱们今天的词说呢 已经达到了自由王国 就是他在这个社会之中呢 能够这个非常的应欲自如 所以这一段呢 整个讲的就是孔子 他自身修身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也就是从自律到自觉的 这么一个过程 最后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 就是从心所欲而不于拒 所以这个话呢 也是经常被人们所引用 大家看呢 咱们现在讲了四小段 或者说是四句话 这四句话呢 都是经常被引用的 所以这个我们在 我在课堂讲学的时候呢 也要求大家呢 把这四句话背下来 希望咱们听这些 能够听到这个课的同学呢 也把这个这几句背下来 因为这些呢 可以有些都几乎成了警句 像这最后这一段 十五而又治于学 十又五而治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治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而从寻所欲 不于拒 这个确实是 非常非常好的 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道德标准 下边 梦以子问孝 子曰 吴伟 吴伟 凡持欲 子告着曰 孟孙孟孝于我 我对曰 吴伟 凡持曰 何为 子曰 子曰 世之以礼 死 丧之以礼 记之以礼 孟以子 这个人呢 是鲁国 就是鲁国的大夫 孟孙何记 他向孔子请教 什么是孝 孔子回答说 吴伟 这个伟就是 违背 就是不要违背理智 这个古人呢 凡是违背理智 的时候 都 把它称作是违 一说违 那就是违背理智 这就是说当时的一种习惯 所以呢 这就把这个理智省略了 当时的人也都能够明白 凡持 凡持 凡持呢 就是 孔子的学生 他姓凡 名 虚 胡虚的虚 字 子持 子就孔子 子持 就持到持 凡持玉 就是 凡持呢 驾的这个车 可能 这个应该是 孔子坐在上面 他 赶在这个车 一块走 子告这 孔子对他 告诉他说 孟孙 问笑于我 孟孙呢 就是 刚才说的这个 孟姨子 因为他的 名字 叫孟孙和记 我对于 吴伟 这个都能懂 我回答说 吴 就不要违背理智 凡持 何为言 凡持说 何为 就是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为是说 何是什么 说的什么意思呢 子曰 生 事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记之以理 大家看 这个句子很 很短 但是 理字出现了三次 这个生和死 咱们 应该都一看 能看明白 就是 这个生是指活着 死是指死去 就像 毛泽东给 刘胡兰提的 这个 提词一样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这生不是说 出生 出生很伟大 而他活着 活得很伟大 死 他的死呢 这个很有意义 这个生死 也是这个意思 活着的时候 事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记之以理 那么这个知 大家想应该是什么呢 很显然 现在讲的是孝 那么这个知 显然就是父母 事之以理 藏之以理 记之以理 这个事 就是 侍奉 侍奉 这个呢 咱们在中学的时候 可能接触过 这种用法 就是用礼 来侍奉他 死人呢 用礼 这个以都是用的意思 用礼来葬他 用礼来祭祀他 所以 这一段话 可以 这么翻译 孟姨子 问孔子 什么是笑 孔子说 不要违背理智 不要违背理智 樊池给孔子 赶车 孔子告诉 樊池说 孟姨向我询问 什么是笑 我回答说 不要违背理智 樊池问 那是什么意思啊 孔子说 父母在世时 要按照理智 侍奉他们 父母去世后 要按照理智 埋葬他们 按照理智 来祭祀他们 所以 这一小段 咱们也是一言以蔽之 就是笑的精髓 是合乎理 就孔子认为 笑 最根本的 最重要的 就是要合乎理智 无论父母在生的时候 去世的时候 这个都要 用礼仪 来侍奉他 来葬他 来祭祀他 孟武伯问笑 孔子 子曰 父母 为其极 是忧 孟武伯 是孟姨子的 儿子 孟孙志 这个孟武伯 这个五字 也是嗜好 他呢 也向孔子 请教什么是笑 孔子回答呢 说父母 为其极 是由 是忧 这个意思是 子女 只为父母的疾病 担忧 这个为其极 极 就是疾病的极 这个 有很多人念 极 这个正确的翻译 应该是极 疾病 这个为其极 是忧 类似于咱们所讲过的 为氏 结构 也就是 为优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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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指 牵挂 他们的身体 是否有疾病 这个极呢 在这 就指的是父母 所以 整句话 可以这么翻译 孟伍 问孔子 什么是笑 孔子说 对于父母 就是要 牵挂 他们的身体 是否有病 他是这么回答的 下边 子游 问笑 子游呢 也是 孔子的 学生之一 姓 颜明眼 他自子游 是孔门的文学科的高材生 就是说 他这个 他在文学方面 很有遭音 他呢 也向孔子问 什么是笑 孔子的回答呢 又不同了 孔子说 金之笑者 是位能养 至于全马 皆共勇养 不敬 何以别乎 这个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 现在这个 一说到笑 金之笑者 这个 这位金之笑者 显然呢 这个是 哲也俱世 但是后边 那也字 省略了 金之笑 就是说 今天 现在 的笑 是位能养 位 这还是 说的是 能养 就是能够养活父母 但是孔子呢 觉得这 远远不够 他说 至于全马 皆能有养 不敬 何以别乎 而这个 对于 狗 马 人们都能养活他 至于 就是说道的意思 说道的这个 狗和马 人们都能养活他 所以呢 如果没有恭敬的话 何以别乎 何以就是 以何 用什么来区别呢 就说你 只是 只是养活他们 那你 你狗和马 你也在养活他们 那怎么能够 怎么能算效呢 是吧 这个 就这个 标准太低了 这个 所以他 他对这个话 说的也很有意思 这一段呢 可以这么翻译 子游 问孔子 什么是孝 孔子说 现在的孝 那 说的 说的 能养活父母 就行了 后面咱们加几个字 你可以画一括号 但 这是很不够的 这个原文里没有 但实际上它有这层意思 这个古人说话 古人这个记录的时候 非常简略 所以咱们加 但这是很不够的 因为对于狗马之类 人们都能养活他们 如果对父母也只是养活 这句也是咱们增加的 如果对父母也只是养活 而不能恭敬的话 那用什么来区别养狗马和孝顺父母呢 所以 这句 这或者说这一小段 这中心意思 就是孝应该以恭敬为根本 孝应该以恭敬为根本 所以 今天咱们在说到孝的时候 经常说是孝敬父母 孝敬孝敬 这恐怕也跟 孔子说的这个话是很有关系 孔子就说这孝 你首先你得敬 你要是不敬的话 跟对狗对马 没什么区别 上一段 就是父母唯一奇迹是忧呢 可以说是 他揭示出孝行的最起码的要求 就是要牵挂他们身体是否有病 这段可以概括为 揭示孝行最起码的要求 而这一段呢 就是孝应该以恭敬为根本 就是恭敬是孝的核心 紫下问孝 紫下这个咱们就更熟悉了 他也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他姓卜 占卜的卜 名伤 就是伤人的伤 自子下 子爷 色男 有事弟子夫妻劳 有酒食 心生转 从事以为孝乎 这个孔子回答又不一样了 色 这个色字呢 大家看呢 这个 现在这个色字 它的内容很广泛了 但是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色呢 主要指的是 面色 脸色 后来才引申扩展为一般的颜色 色男 什么意思 这个 这个色呢 在这儿 就是它最原始的意思 就是脸色 或者说是表情 色男 这两个在各一块 而且他又在讨人笑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 可以这么翻译 就是说 孩子 经常和人月色的 适合父母 是很 很难的事情 你总是 和人月色的 这个做到很不容易 有时候 可能因为一点事情 就和父母 有矛盾 这个做子女的 他比较年轻 这个说话又没有轻重 就容易和父母 争吵起来 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经常有 所以孔子才说色男 就是你总是和人月色的 来孝敬父母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下边呢 他这个 具体解释这个意思 有事 就是说有的事情 弟子福其劳 这个弟子呢 在这儿是指这个孩子 子女 福其劳 这个福字 在这儿呢 就是 福其劳 就是替父母去 效劳的意思 福其劳 这个题呢 还是指 这个 就是 替父母去干 替父母去干 福其劳 替父母去 操劳 效劳 有九十 先生转 这个先生 在这指的是父母 父兄长辈 转 大家看这个字呢 从他的部首来看的话 那他应该是和吃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转就是吃喝的意思 因此 有九十 先生转 就是 有了九十 让 父母 长辈 来享用 成是以为 效忽 这个成 在这儿是 竟然的意思 竟然 以 是以为 就是以是为 竟然就 拿这个 就 当做是 效的吗 他的意思 孔子是说呢 这远远不够 就是说 有的事情呢 你去替父母去干 有的吃的 给父母吃 难道这个竟然就是 可以算做是效的吗 做到这点就算效的吗 他的意思是远远不够 这段呢 可以 这么翻译 子下 询问 什么是效 孔子说 侍奉父母 能够经常和音乐色 是 最难的 有了事情 子女 替父母去效劳 有了九十 让父母长辈 来享用 这样 难道 就可以认为 是效了吗 这段 咱们一言以逼之 就是说 他的 中心意思 就是 孝敬父母 在态度上 始终 一贯的 和人乐色 才是 最重要 这些比你 替父母 做一些事情 为父母提供 这个 吃喝 生活的保障 这些呢 都 更为 重要 下边 子曰 吾予回 言周日 不委如鱼 退而醒其思 一足以发 回也不鱼 这个 回 就是 孔子的 又一位弟子 颜回 他姓颜明回 自子冤 子就孔子 冤就是 深冤的冤 这个 言回呢 是孔子 最得意的 学生之一 这个孔子说呢 吾予回 言周日 这个周日呢 就是从早到晚 一整天 不委如鱼 这个委呢 还是违背的意思 就说呢 和他说了一天的话 他呢 不违背的意思 听了之后 他不 不提出反对的意见和问题 如鱼 像一个傻子似的 像很笨似的 退而醒其思 一足以发 他前面说呢 看起来像个傻子 但实际上怎么样了 退而 醒其思 退就是言回 回去之后 而醒其思 就是孔子 这个醒 代表是 观察 仔细观察的意思 醒其思 这张呢 指的是言回 个人的言行 这个思的就是表示 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就是独处的时候 他的言行 就是说上回咱们说的 这个就是说圣独 就说你在 他在一个人待的时候 你最能看得出来 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是放荡行骸了呢 还是仍然很规矩 那么 孔子呢 就是观察 这个言回 回去之后 他的这个言行 发现什么呢 一足以发 这个意 在这是 起一个强调的作用 没有实际意思 足以 就是能够的意思 发 就是发挥 发挥什么呢 就发挥 孔子所讲的道理 所以呢 这个 孔子说的意思呢 就是我 和这言回呢 这个 讨论一个问题 或者讨论很多问题 说了一整天 这言回都很少说话 很少提出 相反的意见 或者问题 像一个傻子似的 但是呢 他回去之后 在观察 他的言行呢 发现 他实际上呢 在言行中呢 已经 很好地领会了 孔子 要 传达的 意思 而且还能够 有所发挥 所以最后 孔子总结说 回也不语 这一段 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我和言回 常常一谈 就是一整天 他从来不提出 不同意见 也不提什么问题 好像很愚笨 他回去后 我观察他 独处时的 作为和表现 发现他 却能够 举一反三 发挥 我所讲的道理 因此 言回并不愚笨 呐 对孔子 很有感慨 这一段呢 主要是 赞美了 言回的 学习态度 这言回非常虚心 他认真的学习 很少说话 但是实际上呢 对于孔子 所传授的 精髓 他不但领会了 而且能够 贯穿在 自己的言行之中 而且 有所发挥 这种是 很不容易的 所以 为什么 孔子 对这个 言回非常看重 也是 也就在于 在于此 下边一句 子曰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人焉 人焉搜哉 人焉搜哉 注意这个字 是搜 不是瘦 比瘦少两点 这个 就是说 那个 病字 病字头 变成了广字 这个念搜 是其所以 这个以字呢 咱们在中学 和在咱们 前半一阶段 的学习里边呢 这以字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虚词 但是这个以字 在古华语里 还可以当 识词讲 在这 这个以就是识词 这个以呢 在这儿是 所作所为的意思 作为的意思 所以就是 所作所为的意思 这个十二个字里边 第一个字 是识 观察 前两个字 大家看 它的部首都是 见 看见的见 查 在这儿呢 也是看的意思 所以第三个字呢 都是 都是看 但是呢 它 深浅的程度不一样 一般的看 叫识 深入的看 叫观 更进一步的 审查 叫查 这跟现代汉语 可能也比较接近 就是识 就是一般的看 咱们说电视 那看电视的时候 并不是 一般的说来 并不是很那个 聚精会神的 或者是怎么 特别仔细的 所以就是一般的看 深入的看 那是观 所以咱们今天说观察 观察的话 那就比看 要仔细了 比一般的看 这就更为深入 所以这三个字呢 是一步深 深于一步 越来越深 是其所以 其 就是 一个人的 所作所为 观其所由 这个由呢 是 在这是 就是 经过的意思 咱们又得用一个成语 来理解这个词 咱们成语 有由字的 咱们想一想 咱们说 社会主义是中国 的避由之路 这个避由之路 这个油 就是经过的意思 就是一定要经过的道路 避由之路 所以这个油 它在古华语里边 可以解释为经过 可以解释为经过 在这 就是经过 那么他所经过的 所以他所经过的呢 就可以引申为是经历 就是他的经历 那么 查其所安 这个所安 咱们讲过的一个所字 就是和后边的动词 形成了一个词组 所以可以放映 所以可以放映 他所安心的事业 人言收在 人言收在 烟是怎么 收 是隐藏 掩盖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 好 这节课 咱们先讲到这 咱们先讲到这